鬼穿鞋 事情发生在1990年 重庆市渝中区 重庆人民第八卫生院 我妈妈那年生病 住进了镇医院 当时的病情非常严重 医生已经给爸爸 下过几次病危通知书了 妈妈也说 要不是那晚发生的一件事 她可能真的就死了 她说有一天深夜 她正睡得迷迷糊糊的 突然感觉 有人在碰自己的脚 她睁开眼睛 勉强抬头看了一眼 这一看 可把她吓坏了 她看到一个身形修长的黑影 正站在自己的床尾处 那个身形修长的黑影手里 拿着一双颜色鲜红的布鞋 正试图给妈妈穿上 妈妈当时的心理 恐惧到了极点 那个黑影 已经把鞋套到了妈妈的脚上 妈妈突然从恐惧中反应过来 拼命蹬着脚 挣扎着 阻止那个黑影 这是那个黑影说话了 声音低沉 沙哑 又有些虚无缥缈 好像从另外一个世界传过来的 别等了 快穿上这双鞋 我们好上路 妈妈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 而那个黑影的力气 却出奇地大 妈妈看到那个黑影 已经要把那双红鞋 穿在自己脚上了 她张大嘴巴 却发不出声音 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扼杀着她的咽喉 正在这时 病房门口进来一个人 妈妈依稀记得 那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住在隔壁 妈妈换钥匙见过 面对那个黑影 老人毫无恐惧地对她说 别为难她了 给我穿上吧 那个黑影听老人说完话 就和老人一起走了 临走时 老人回头对妈妈说道 你还年轻 以后要好好生活 我一个古老头子 在这世上无牵无挂的 还是我先走吧 随着老人和黑影的离开 妈妈的身体似乎一下子 变得轻松了 猛地坐了起来 可浑身 已经被冷汗浸透了 第二天 惊魂未定的妈妈 跟爸爸说起了 昨晚害人的一幕 爸爸是个复原军人 对妈妈说的这些 根本没放到心上 别乱想了 可能就是个梦 我去打点热水 可是爸爸刚出门 却又急匆匆地跑了回来 老婆 你刚才说的 那个住在隔壁的老人 昨晚去世了 妈妈非常震惊 如果昨晚发生的一切 是一场噩梦 就太过于真实 如果那是真实的 却又太过离奇 这诡异的经历 让爸爸妈妈心有余悸 而老人的死 让他们陷入了沉思 发生这件事之后 妈妈的病情 奇迹般地有了好转 不久就出了院